死亡潮馬上就要來了 即使現在對你們來講已經很多了 但是恐怕還不是死亡的最頂峰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很天才的 去想出了 在吹上路鏈這個方法 這是我們很無奈的地方 讓人們這個 這個最後一程走得如此不順 我認為這是非常非常大的錯誤 就是真的一群坐在辦公室吹冷氣 看資料做決策的專家趕出來的 應該派陳時中去現場協助一下 你就知道多困難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很天才的 去想出了在車上路鏈這個方法 嗯 這並不是我們業者一開始就在車上路鏈啊 這是根據衛福部 他給我的要求 對啊 太平間又或者在大體車上路鏈啊 大體車上路鏈那個難度真的是很高啊 嗯 但是我們就好比台中來講 台中在這一兩個月在大體車上路鏈 大概應該已經超過一百句了 嗯 我這個可是這是很 我這樣講大家可能不能理解 我因為就是那個理事長發了那篇文我才發現 靠腰咧原來不是這樣做的 因為這個衛福部要求的在大體就接體車上面入鏈 是你的絲帶搬進去你的棺材放在那個車那邊 你的人要把它放到那個棺材裡面 你以為那什麼行動辦公室嗎 就原來接體車只是把棺木 不管是運去冰儀館 或是運去火葬場 結果現在衛福部下的公文 是要你在車上入鏈 這個第一個我覺得很困難 第二個我們追一下 剛講的在醫院地下室太平間遇到那個問題 就是有屍體一定要停放8小時 或者是這個不准你在裡面做入鏈這個動作 可是我想要多問一件事 這不是剛好違反了衛福部要求競速火化的規定嗎 他要求競速火化避免接觸 避免污染 結果現在因為什麼醫院外包 我管你什麼民視契約我先不管 因為醫院外包 所以導致屍體要停在那邊 還不能進冰櫃 然後再不然你在外面入鏈的時候 要去醫院外面 這不是完全本末導致 你最高的規格應該是防止傳染啊 結果現在因為合約的關係變這樣子 他是說沒有20小時之內啊 所以我放標8小時 你們還有16小時可以作業啊 啊這這 我跟你講你不講 記者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家屬也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很無奈的地方 這是我們一直以來 一些傳統業者最無奈的地方 我們都以為就是衛福部就下這個公文 他都問過專家的 專家跟他講說有有有 我們就是在車內入鏈 所以你這樣說大家都可以 結果沒想到是 是找負責設施的人開會 然後設施說可以在車上入鏈 因為對於負責設施的人來講 他看到的時候可能都在車上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這入鏈到底怎麼做的 我直接問 他們好像 對 在車上入鏈有多難 你描述一下解釋一下 讓我們一般人理解 因為基本上 後車廂 基本上都是那種九人做的箱形車 對 那後車廂一個人站上去 他沒有辦法整個頂起來 他必須要攻著他的腰 然後你來看 棺木在那邊 他本身行動就有問題 一台車放一個棺木 他基本上又把蓋子打開 他其實他就有難度了 然後他要去接那個大體 把那個大體拿進來棺木裡面 你看裡面那個人多辛苦 然後更何況 就一個人喔 所以後面有一個人要扶著 前面一個人要拉上車 裡面有一個人後面有一個人 那一個人要消毒 所以三個人 那個難度有多大 你看像我這種體重 我100公斤 死了也許會輕一點 那等於前面那個人要拉 90公斤好了 90公斤都一上車 彎著腰 後面人最多抬一個人還附著消毒 然後他把這個大體放到棺木裡面 對對對 那你還好 如果說是躺著還好 如果是活著 像你90公斤怎麼去後車 怎麼在裡面 幫忙辦 真進不去 你根本就沒空間啊 我要彎腰就撞到頭了 對對對 但 這是我們目前遇到最大的難度 這我真的覺得 你看 交優菜說就是真的一群坐在辦公室 吹冷氣 看資料做決策的專家搞出來的 我覺得 那我們應該派陳時中去現場協助一下 你就知道多困難 你們難道沒有反應嗎 就是這真的很扯嗎 誰在車子後面可以入鏈的 我們一直有行文給他 可是他上面都是說 他們依照 他們已經開完會議的 中華民國殯葬設施 管理全國聯合會 的制定的辦法 這個 理事長你收到就是結果了 因為我們剛剛那位商家 他直接講說 Danny說 車上入鏈也是我弟昨天最難過的地方 因為兩個人在車上入鏈 位置局限 大體被放進去的時候 當然不是很溫柔 我弟說 這是他最不開心的地方 因為做不夠 真的是做不到 那 所以 本來空間就有線了 我真的覺得 這真的很無奈 家屬到底有沒有任何的機會 可以看到遺體或是遺照 雖然他不好看 應該 我可以百分百確定 如果不是在家裡往生的 基本上 完全沒有機會 就一切照規定來是絕對不可能 一切照規定來 包括你 包括那種柯市長說的那種 透明的時代 也看不到 也看不到 你在 你在家要病房 或在富壓格力病房 你怎麼看 你沒有幫我上去啊 而且醫院有管制嘛 對 那頂多說現在他有開放說 確診者可以照顧確診者 在這當下 可能就一個人看得到 嗯 就那一個人看得到而已啊 他其他看不到 但我們會 採取比較適合的方式 是我們會用錄影的方式 嗯 去大概給家屬看說 哦那他生前大概怎麼樣 或者我們用拍照的方式 就前兩天 那個部長才有說 不一定要20小時火化 哎對 哦那那些聲音就最大了 就好像是說 好像什麼都是我們這些業者 在製作主張啊 嗯 對 那其實不是啊 我 你當天火化跟你放10天火化 反而放10天火化 業者會賺比較多啊 嗯對啊 實際上程序比較多嘛 對對對 所以有些業者他對這也不滿啊 哎我們為什麼20小時火化 我們我們多放了10天20天 我們是增加收入 我們每天去看他 每天去 去去去安撫家屬 我們可以增加收入啊 但是政策是這個樣子啊 那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對 我們只能這樣 那怎麼辦 就是過去兩天 你們應該被罵 罵爆罵翻了吧 你看 我們有網友呆呆呆說 在疫情爆發前一年 我父親過世 他一直無法走出來 但他現在多麼感恩 父親在疫情前走了 你看這真的很悲傷 你知道 因為如果他父親是這個原因 現在這樣走 那真的是走得很沒尊嚴啊 您這幾天有接到客戶們 或是家屬 客戶可能本身不會打電話來 但是家屬們打電話來的抱怨 都是抱怨什麼東西 你要讓我挑日子 你要再多停一下子 然後要兵存 我要兵存 你去幫我兵 我們要慢慢挑時間 對啊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還是跟他解釋啊 因為前兩天是接到 昨天吧 昨天前天是接到一個說 就堅持要兵存的 那後來剛好 那個部長他又說 他們還是真的是希望20小時之內活 家屬才說 那好我們就照顧客戶 其實一般的民眾 基本上他還是照著政令下去走 包括我們 就是地方 政府他指示我們怎麼做 中央指示我們怎麼做 我們只是照著規矩走 很多東西 並不是我們業者能改變說 啊我們一句話就20小時活 我們就幫我20小時活 上天我們就有幫我放3天 其實這都不是 我們只是以服務為基準 還是希望說 對因為每個人他還是有一個同理心 在說是不是大家 在這最後一層 我們可以把它弄好一點 再讓他 再讓他走 就是高層一張嘴 基層跑斷腿 那那目前 但是陳志聰還是沒有下公文哦 我要這樣講 他到現在還是說 這應該內政部民政司呢 自己再研討一下 但你們現在在陳志聰講說 這個24小時火化 不能說不對之後 你們現在的標準流程是什麼 我們現在 哎以台東的案例來講 我們也是採取24小時火化 因為他殯儀館不給賓存啊 對不能賓存 不能賓存那他就沒地方去啊 嗯 那怎麼辦 要放哪裡 現在一個很大的重點 對啊 而且殯儀館的量人他是爆炸的 對 那那我們要放哪裡 現在大體如果說我們改賓存 還是說 不用20小時火化 其實這些大體要放哪裡 要如何處置這些大體 其實 目前遇到會 變成這是未來最 最 最不好做的決定哦 以專業人士李連松 李市長的角度 他認為 死亡潮馬上就要來了 即使現在對你們來講已經很多了 但是恐怕還不是死亡的最頂峰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哦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